十年前的倉底劇蘭花季瘦是媽媽 但劇中的陳錦雄和現在沒什麼改變 維持得好因為他有自己一套養生之道 這個是十年前的陳錦雄 這個是現在的他 分別不嚴重 原來最重要是戒動飲 或者很刺激 但對於我呢 我覺得對我的 由入口開始 到腸胃 都是一種不舒服的感覺 他認為長期飲凍飲對身體會造成傷害 本身人類是一種溫血的 有體溫的動物 尤其是我們的內臟 為什麼經常都很需要 所以他戒動飲 長期飲暖飲 這個習慣已經有二十七年了 平時多肉小菜 年紀大一點 像現在這樣 甜品質還要再吃一點 今晚四分之一 他已經吃了一碗飯 一吃一碗飯 入行之後 衛免受傷 他連劇烈運動都不做 現在甚至赤腳走路的保健法 他都沒有再做了 太太說 不想我走路 不想我不穿鞋 我也尊重他的 他被人被記者問 為什麼穿不穿鞋 他覺得煩了 現在唯有改為散步 現在唯有改為散步 我通常大於一天 但半個小時至一個小時 走路就不需要約朋友走 你自己走就行了 陳錦雲今年已經五十歲了 這套保健方法也挺有效的 這套保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